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3月16日星期四 Hasty Money 今天是超级星期四 因为联储局方面正式加息四分一 宣布加息25个基点 看到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上调到0.75%至1% 符合市场预期 昨晚道指都因为加息后升过8点收市 行指方面今天上升到24,100 高开309点24,101点位置 而现在升313点24,108点 期指扯上去 现在升350点24,125点 高税20几点 成交金额现在是42亿多 终于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耶伦出来加息 也说到未来的加息路径 是保持一个循序漸进的步伐 出完这个消息之后 道指升了过8点 美金是跳水下来的 美元汇率是下挫的 美债的收益率也是跳水 金升了大约百分之一 去到每盎司1,210.5美金 见到美国就加息了 香港这边也是金管局宣布 基本利率根据预设 上调了25个基点 去到1.25厘 也是即时生效 那个大围的情况 我想大家一起床 六七点的时候已经看了 甚至可能凌晨2点多 你都会看的了 我即时和大家看看股份 因为终于是爆回之前的区间 即是23,500至23,800个位 现在站上来24,100 究竟有些什么蓝筹带动 升最多蓝筹股是乱通 现在升4% 去到9.94 最高上到10.02 昨天出完业绩 相当之客人 去年是赚少9.4 不过多间大行仍然是调升目标价 但最紧要是什么 是运改制 虽然他们说到 仍然有待监管部门审批 不便评论 但是见到运改制 见到他的业绩这么肉酸 当然是搞了 所以即时 今天的反应相当之好 去到1个月高位 去到10元的楼上 稍后再和大家收集大行报告 另外还有见到 深地 也爆了上去 升2% 114.3 终于说了这么久的不明朗因素 都消除了 也都因为加了息 现在就成为升幅第二大 不是 第五位的南筹股升幅 中石化升3% 5.98 神华升2% 16.18 中石油升2.4% 5.8 中行也升2% 3.97 即今早石油石化股 资源和中资金融股 是带动大市向上 中人秀也都升近2% 去到大约24.4的位置 相当之势力 留意 现在已经扯到350点 24139点的位置 相当之势力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WhatsApp 66334386 可以解答到大家的股票言 即是望向内地股市 加息之后 看看是什么表现 全线都是向上 升大约0.5%左右 上证现在是3254点 升12点 另外深证升55点 10598点 升幅0.5% 护芯升0.4% 3480点 创业版升4点 1962点 昨天都不记得再按 行李先 今天这么威衰 即使要看行指股价的情况 大家在角落头 就会看到行指最新的表现 至于商品市场方面 金在亚洲时段 已经抽2% 23.6升了 1,224.3美金一盎士 油在亚洲时段 升大约0.6% 升29美先 49.15美金一桶的位置 不如和大家看看移动股 既然蓝筹股方面 今天爆炸链通 这么威衰 即时和大家看看 其他移动股的最新表现 可以看到 麦伊华昨天急升半薪股 今天都继续扯上来 美高域 1985 升7% 3.24% 大地教育 8417 升1乘2 9 196 宏华现在升7% 去到也是9 9号指 昂立科技 昨天小炒王 终于在小炒王国 选中最正的股份 因为由过去2月尾开始 去到3月中 这段时间 相当难捱 3月头很多嘉宾跟我说 你清了个仓 看淡 我一直都说 3月我是看好 但最初半个月衰弱 但我不买东西 我不做投资 都是看好 总之开门才叫做看淡 说真的那句 之后就一路坐回一些货 昨天我和阮智熙、陆永 勾人一心 勾人一心 跟我这一派乐观 都算是今天有收成 下星三百多点 阮智熙就看淡 今早已经发了讯息给我 哎呀奇子夹 另外陆永就说 会是平平无奇的 所以昨天你说去赌球 赢、输和和都有人买 所以真的相当难估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 真的估计正好 就非常之恭喜 起码你有货在手 它爆升都关你事 不是你坐在那儿 看着带你司机 你都不能够享受其中 那就比较惨点了 期指扯近就来四百 升近三百八十点的期指 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三点的 成交张数两万张 现在贴水状态 稀微低水价就是几点 继续看看二动股 八十一 我真的没眼看了 因为升得太厉害了 四个四 已经 中国海外弘阳 正在升百分之五 四个四毫一 另外 让我看看 全部内房股 今天是现在看到 即是动动了之后 内房股 还有就是叶岩气相关股份 升得厉害了 石油石化 全部都爆上来 刚才看到宏华爆升 另外还有看到安东油田 八勤油伏也都升到百分之四 至到百分之五 三三三七 安东油田一元零三 升百分之五 另外八勤油伏 二一七八 升百分之四 做五毫子 不过升最多都是宏华 其实宏华昨天的盘盘 都古怪了 一路落着八毫三八毫四 现在九毫一 正在升到百分之八 那么多 跌的 是不是要素兴说一下 看看有没有先 看到昨天爆升的海顺科龙 今天回回百分之三 九二一 下回来就是十个二的位置 另外看到港华燕气跌 百分之二都不会跌很多 今天升那么厉害 正在四个五毫三的位置 跟大家看看 就是一些通告 因为刚才提到 有些业绩出来之后 股价表现相当不同 先说停牌的股份 先有范压环保 跌了一半 就是五五六 停牌 停牌之前是报九毫四指 暂时未知原因 伏牌有二七九九 中国华庸 伏牌升五百分之一 正在三个一毫六 澄清未掌握到 A股上市的完成时间表 另外全年顺利 一百九十六亿 即是二七九九 派息十五点零六分人民币 二七九九未升一 正在三个一毫半 另外联通继续升到十元 继续升到十元零四 另外汇控继续在伦敦做回购 回购了二百五十万股 息口敏感股 今早看到地产股的表现 是比较好些 汇控现在是六十四个二 升到百分之零点七 最高上到六十四个三的位置 还有 昨天大家看到了 奇妙电视 77台 5月14日 好像是晚上的 是否八点钟 便会正式啟播 有线电视究竟怎样 1097 看看 升到百分之一 1097 有线欢频 正在六毫半指 有线欢频旗下的有线电视的收费牌照 逐排回复的期限 延迟到四月二十六日 即是还有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奇妙电视大家记住看 到时77台 24小时高清 还有高清数码广播 我看到昨天有很多的 比较新穎 又可能去一些学校 看看哪些好 又跟妈妈去旅行 大家可以留意下一些相关的节目 哎呀 难怪今早有些事未做 我未开过YouTube 所以未看到 跌朋友 立即开YouTube 再说个Hi 以为我不见了 接着继续有些业绩 金碟 全年上来2.9亿人民币 升了1.7倍 不派息 和大家看看 就是268的表现 268 现在3.16亿 亿市跌1% 出完业绩之后 似乎见光 有些人要出货的味道 顺利是接近2.9亿人民币 按年升1.7倍 五派就是抹其息 毛利率大约 81.3% 挺好赚的 按年升了0.4% 公司说会加快发展金碟云 完成了数字化转型之后 会完成商业模式的变革 成为一间值得顺利的互联网公司 云公司 和大数据的服务公司 这么卖广告的 3.16跌 大约1%左右 接着看上石化 全年顺利59.6亿人民币 派息25分人民币 上石化看到有急升的情况 4.58升大约5.2% 期内增长8.2% 相当夸张 另外1.250 北控清洁能源 发行起的预告年度顺利大增 升4% 现在到2.24的位置 1.250 因为YouTube要订阅 还未订阅 稍后我要休息一会才可以订阅 另外今天有两个新股 和大家看看 今天有个主板的3869 就是宏和人外医疗3869 现在是$11.06 以下限12.8是定价 即是潜水 潜1.6 是内地医院的营运商 一手是200股 集资3.4000多万 暗盘方面赚20多元 不过今天就不用想了 现在已经潜水1.2% 3869 宏和人外医疗 现在潜水1.2%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还有一个8421 永迅 以近下限定价4.2% 现在浮水面 4.5千半 永迅控股香港做服务供应商 集资4千多万 一手的中签率只有1.3% 昨天暗盘最多赚200元 昨天暗盘收在4.5千半 即是现在这个位置 希望它头15分钟都能站定 在这个位置 这样会比较美 股价的表现 市场上升335点 24124点 我说就没用了 因为昨天要说的 即是看好体探 还是看打和 都已经看完了 那未来的股市表现 以及知道息口走势明朗化之后 到底是怎样 当然要找嘉宾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和大家 Tasty M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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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